大家好,我是小杨,阿加沙克里斯的经典作品,今天带来的是大侦探波罗第二季的第八案,英国首相前往巴黎参加一个国际性裁军会议,途中受袭而遭到绑架,唯一目击证人,司机等各色人等全部神秘失踪,会议即将召开,必须于32个小时零15分钟内将首相找回。 在总检察官加普的推荐下,国家终身秘书找到了波罗,但波罗逛来逛去和一些与此案毫无关联的人谈话的办案方式显然无法得到秘书官的认同。 更离谱的是,案子还没半点头绪,波罗竟提出要回家睡觉以恢复体力,随着时间的不断流逝,总检察官加普开始感觉自己的退休金面临严重的危机,欢迎来到小杨说案件。 但在此之前,请你点击那个红色关注按钮,红色按钮正下方,正是视频开始的时候。 今天继续更新阿加沙克里斯蒂作品《大侦探波罗之首相绑架案》。 故事一开始,夜里的火车站甲浦探长正焦急地等待,因为今天首先要乘火车去港口,远赴巴黎参加一个会议。 可时间一分一秒过去,首相的车依然没有出现。 安保人员焦急地跟上级领导汇报,首相的车辆在来的途中,不知为何突然驶向了一条分叉路段,然后就消失不见了。 正说着,车子及时赶到,这是首相的脸上缠着绷带,看样子是路上出了事故。 由于受伤,首相进入火车准备休息,留下秘书解释路上发生的事情,说吧,秘书也登上了火车。 画面一转,波罗在某裁缝处定制衣服,他和黑斯廷斯闲聊昨晚首相预测的新闻。 老裁缝无奈地告诉波罗,又胖了,但是波罗坚称是老裁缝的尺子坏了。 对于波罗的不要脸,老裁缝万分鄙视。 黑斯廷斯询问波罗对昨晚首相遇袭一时的看法,波罗直截了当地表示, 这件事就像一场闹剧,因为现在的歹徒很少会使用步枪这种陈就过时的武器,命重率低,且操作不易。 回到事务所,波罗就从来蒙小姐处得知有一位地位极高的勋爵,迫不及待地找他。 波罗看了一下时间,便急匆匆地前去赴约,来到政府议事大厅。 波罗见到了几位国家最高领导人,勋爵白胡子和外交官身份,两人神情格外紧张,原因是关于英国首相。 波罗以为首相伤势严重,寻爵却称昨晚的遇袭事件已经是过去式,可以不去理会。 然而,今早首相和托尼乘船抵达法国,坐上了假冒大使馆的车前往巴黎,自那之后就失去了联系。 首相此行是为了参加国际联盟裁军大会,如果首相不能出席,那将带来灾难性后果。 现在时间紧张,因为明晚在凡尔赛宫将召开协约国会议,英国首相是否出席会对欧洲局势产生巨大影响。 如今,德国特工异常活跃开始逐步宣扬议和,而英国首相素来属于强硬派,如若缺席,说不定其余各国会与德国签订虚假的和平协议。 距离大会开始就32小时15分钟,时间紧迫,波洛赶到昨晚首相车走的那条主干岛。 根据首相秘书托尼描述,清晨,一辆假冒大使馆的车辆停在码头接走了首相和秘书,波洛接下委托提出先去看一看第一次遇袭的现场。 原来在来时的路上,他们差点遭遇劫持。 安保小哥奇怪,车子为什么会驶入岔路,在离开安保市线不到一分钟时间内怎么会离奇消失? 过了一个多小时才出现在火车站。 秘书解释道,歹徒在原定路线上设置了路障,司机不得已进入了分岔路口。 但歹徒早已吃步枪站在路中,幸亏司机蒙踩油门冲散了歹徒。 这才离开了安保人员的视线范围。 歹徒在追逐中向车子连开竖枪,首相的脸不幸被榴弹擦伤,不得不在附近的医院进行了简单的包扎。 不过幸好是轻伤,所以比原定时间晚了一个小时。 据司机交代是因为前方有路障才驶离了既定路线,当时路中间有路障,迫使首相乘的车改到近小路。 但随后赶来的安保人员却声称,他们并没有看到路障,谈到托尼·伯纳德比,他曾在皇家海军服过翼,他父亲曾是内阁大臣。 后因地方自治问题和前首相发生矛盾而下台。 波罗问起跟在首相车子后面的警员是否看见路障。 安保队长罗塞尔曼表示,他们到了的时候,路上什么都没有。 由于首相当时很讨厌这些跟踪保护措施,所以便以警员的车只能跟在首相后保持一定距离。 在转弯处时,他们跟丢了首相,而路障也有可能在几秒钟内被移走,波罗查看首相坐过的车。 波罗检查的首相乘坐的车辆,没有血迹,也没有弹痕。 加普探长解释,手势将头伸出窗子外查看时被榴弹擦伤的。 波罗在车上费劲地掩饰了一遍,加普探长认为波罗是在浪费时间,因为昨晚行刺没有成功。 而这一次首相是在法国被绑架的,当务之急应该是到法国寻找真相。 波罗没有理会加普探长,他询问昨晚开车司机伊根的情况,然而要休假到下周四。 不顾加普探长的催促,波罗的下一站是司机家里。 得知从昨晚到现在,司机一直没有回来。 房东太太很关心司机,因为他们是老乡都来自于爱尔兰的一个小城镇。 他和房东是爱尔兰西部克莱尔郡的同乡。 波罗在一个床头找到一本通讯录,通讯录最后一页写有伦敦商业区梅菲尔和一串电话。 乌外伯纳德也为波罗的行为很是不满,甲普探长虽然也没看懂,但还是为波罗辩解。 一番调查下来,波罗发现首相,首相秘书,首相司机都不见了,这让他大惑不解。 刚下车的波罗就表现出严重的运船症状,于是他打算到附近旅馆缓一缓。 说完这些事情之后,波罗转头就走。 外交官和甲普探长都急得不行,催促波罗赶紧渡船去法国探查。 波罗却静静地待在屋里,脑中灰色的小细胞在高速运转。 这让外交官火冒三丈,呈现在已经没有时间让波罗思考,他印象中的侦探应该拿着放大镜跪在地上,寻找线索。 正说着波罗现身表明自己已经思考完毕,这让甲普探长不明所以,他表示波罗再这样像无头苍蝇转下去。 他的退休金估计得泡汤,因为让波罗接手此案是他极力推崇的。 经过一番思考,波罗决定从首相遇刺的地方,到伦敦所有医院都调查一遍,以找出昨天为首相包扎的医院,法国什么的他恐怕是不想去了。 这迷之操作没有人能看懂,波罗带领众人逐一排查。 昨晚沿途的医院,在路上几人聊起秘书的八卦,去年,他和妻子离婚,这位前妻提出了各种无礼的要求,闹得满城皆知。 整整一个月,报纸都在报道他俩的离婚新闻。 经过搜寻,并没有找到给首相包扎的那家医院。 深夜,外交官得到最新的消息,那辆冒充大使馆的车在法国一所农舍找到。 秘书托尼被打晕丢在车里已经送回了伦敦,而首相依然下落不明。 波纳德建议,他们可以逮去法国一起找首相。 这个建议得到大家一致认可。 波罗不理解的是,第二期绑架案明明安排得天衣无缝。 为什么需要在前一天制造第一期绑架事件? 不顾外交官的反对,波罗坚持要去见见那位秘书。 见到托尼·波罗问他在法国的事情经过,秘书描述了今天早上事情的经过和之前了解的一样。 托尼表示,他们都等法国坐上一辆商务车。 至于司机是谁,托尼没去注意。 秘书记得他最后看到的时间是六点十分,之后就什么都不记得了,然后没多久,他就被打晕了。 四小时后,他醒来发现司机和首相都不见踪影,而被绑的他也是费了老大劲才自救成功。 对于绑架本身,托尼完全没有印象,这应该是他头部受重击所致。 见到没什么可问的,波罗提出借用下托尼的电话,只见波罗晃了两下电话就放弃拨打出去。 在离开时,波罗询问起医院的事情,秘书托尼一直在照顾受伤的首相。 秘书表示,医院是司机找的,他当时忙着照顾首相,也没注意医院名称。 离开托尼家,外交官伯纳德再也忍不住了。 他认为,波罗这十二小时一直在浪费时间,一直和此案无关的人谈话。 此事费时费力找托尼谈话也是徒劳无功。 然而,波罗不这么认为,他表示已经得到他想知道的一切。 路上波罗让贾普探长帮忙调查,首相司机一根的档案和托尼前妻婚前的姓。 波纳德认为这些都和此案无关,但波罗表示,绑匪的计划出现纰漏,尽管他们也在发现后努力去弥补。 但这些还是瞒不过来。 说完这些,波罗就打算回去睡觉,以保持头脑清醒。 虽然看起来很尽职尽责,但对于找回首相没有任何帮助。 对此,波纳德简直要疯了。 但波罗才不管这些。 他表示,熬夜对找回首相没有任何帮助。 波罗保证他一定可以准时参加会议,因为首相其实从未离开过英国。 第二天,波罗前去拜访托尼的前妻伊莫金。 波罗告诉伊莫金警方怀疑托尼犯了重罪。 伊莫金对此不是很相信。 波罗指出,托尼有犯罪手段和机会,但警方暂时找不到他的犯罪动机。 此时,前来是想通过伊莫金,对托尼的了解询问一些事。 伊莫金谈及托尼在离婚案中对他的所作所为仍咬牙切齿。 波罗问他对托尼政治观点是如何评价的。 他嘲讽托尼迟钝,没有政治头脑。 此别伊莫金,波罗让黑斯廷斯在外面守着。 只要伊莫金一离开就跟着他,而他则回警局找到贾普探长询问让他查的事情。 贾普探长意味推荐波罗查案,受到了来自上级的严厉指责,但还是老老实实地跟波罗汇报了调查结果。 贾普探长查到首相斯基一根来自克莱尔郡,两年前来到英格兰,六个月后进入建筑工程部担任斯基,他的履历是那么优秀完美。 而伊莫金结婚前是爱尔兰人姓氏,贾普探长不知道波罗调查这些的用意。 波罗问他是否看过托尼离婚案的新闻,贾普探长点头表示相当精彩。 波罗认为离婚到队部公堂的人还会在桌上放前妻的照片,这本身就不正常。 听到这里贾普探长陷入短暂的沉思,带着一问波罗重新找到托尼。 波罗问秘书司机一根的情况,但是托尼表示,对司机不感兴趣,也不了解案件。 见没什么可问的波罗转身准备离去,然而,他又突然回身,莫名其妙来了一句爱尔兰万岁后,这才心满意足地离开。 托尼也露出讳莫如深的微笑。 黑死亭斯注意到前妻金接了一个电话后,就出门驱车离开,表情似乎很紧张之后,便驾车离开家。 见此情景,黑死亭斯一路尾随来到相见小道。 而侦探社这边,贾普探长知道波罗正在故弄玄虚,他这样做很冒险。 然而,波罗肯定前妻金已经出门,果然没多久。 黑死亭斯就打电话回来说,他把伊莫金跟丢了。 波罗根据黑死亭斯提供的位置,想要推断出伊莫金的去处。 一旁的莱蒙想起两年前在报纸上看到伊莫金附近的房子发生过火灾。 那所房子和村子同名,具体都什么来龙去卖,一时想不起来了。 贾普探长这边也吩咐首相一起查找。 关键时刻,贾普探长这边先一步找到地名。 于是他们立马驱车前往,在车上贾普探长不是很自信,担心白忙活。 波罗让他放心,因为这是伊莫金他们计划很多年了,他们找到愿意替他们办事的司机,才能成功绑架手下。 波罗认为,爱尔兰有一股势力,只要能给英格兰造成损失,哪怕是让德国重新武装也在所不惜。 至于托尼为何牵扯其中,那是因为他父亲曾因爱尔兰自治问题导致政治生涯因此结束。 这应该是托尼一生挥之不去的阴影,他们来到那所因火灾而废弃房子的外部。 此时,外交官率领的军队已经设好埋伏,将公馆层层包围。 他问波罗是怎么发现一场,波罗表示,在查看司机伊根的通讯录时,在通讯录最后一页发现一串电话号码。 这和他假装用托尼的电话时,发现托尼的电话号码和通讯录上的电话号码一样。 这和托尼表示不认识伊根相悖。 其实,犯人的动机并不是为了让德国重新掌握军事,而是为了促进爱尔兰的独立。 首相被绑架会造成时局混乱,同时让德国在欧洲大陆占据更大优势。 使英国不得不对德国加强警惕,从而放松对爱尔兰的统治。 犯人正是秘书、前妻、司机以及假扮首相的人。 前妻劝司机逃离,他自己负责吸引注意力。 秘书此时也被押解而来。 前妻站在楼顶高喊出了最后的口号,爱尔兰万岁。 首相顺利得到解救,案子告破。 原来秘书十分深爱妻子,为了支持妻子的事业,再加上他本身对爱尔兰也十分同情,就策划了这起绑架案。 为了事后不被怀疑,忍痛和妻子离婚,在众多士兵重重包围下。 依莫金自知大事已去,也不投降,以此明智。 而首相也被平安救出,案子就这样落下了帷幕。 在去老裁缝店的路上,黑斯廷斯问波洛是如何知道去法国的首相是冒牌货。 波洛表示,当他发现所谓的行刺只是为了阻止首相去法国参加会议。 而把脸用绷带蒙住时,一切就变得简单明了了。 其实第一次绑架就已成功,为了迷惑众人才伪装成袭击未成,所以那些医院根本就找不到首相包扎的记录。 同时,他们虚构了第二次绑架,主要是把人注意力都集中在法国,而托尼和伊莫金的离婚只是烟雾带,让人不会怀疑他们已经合谋。 尽管他们深爱着彼此,但他们皆为了事业放弃了一切。 真是应了那句,生命仍可归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故事的最后,裁缝又说波洛不爱听的话了,波洛都快胖成企鹅了,去年粮的尺寸已经不能用了。 当然对此,波洛是不会承认。 本集晚…… 爱尔兰1169年开始遭到英格兰,也就是英国的入侵,1541年起,英王成为了爱尔兰的国王。 1937年,爱尔兰宣布成立共和国并独立,但仍然留在英联邦内。 1948年的12月21日脱离了英联邦,并通过宪法成为了永久的中立国。 而发生的故事背景就是1937年的前后,国仇家恨就是这起案件发生的主要动机。 看到事情败露的前妻决然地跳楼身亡,秘书哀痛得上前卧底诉说着对前妻的爱恋。 看得出前妻和秘书两个人是非常相爱的。 秘书是为了支持前妻的远大理想,有预谋地假装夫妻关系破裂,折服在首相身边几年就是为了等一个机会,可以重创英国爱尔兰的振兴独立做出贡献。 在原著中绑架发只有秘书一人,并没有前妻这一人物,秘书在车里迷晕了首相,命令司机走另一条小路,司机没有怀疑被埋伏在那里的同伙制服后也换成他们的人。 首相被替换后,秘书尽量防止他与别人接触,脸上缠着绷带,自然是为了隐藏相貌,但这种办法到了法国很快就会暴露,于是他又策划了另一期绑架案。 等到英国警察赶到法国,就没有人再仔细研究第一次遇袭的细节,书中首相的藏匿地点是秘书的姑妈家,当然,姑妈也是爱尔兰独立运动的拥护者。 秘书折服多年就是为了这一刻,在这里科普一下爱尔兰独立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了爱尔兰一个绝佳的反击机会。 从1919年开始至1921年结束,英国和爱尔兰双方数次交战,死亡人数超过1400,最终达成英爱条约,约定爱尔兰为自有邦,但北部六郡及北爱尔兰仍归属英国。 爱尔兰成为了一个主权国家,但这对于长期受英国殖民交火的爱尔兰人来说,仅仅是争取民族独立的第一步。 之后的几十年里,爱尔兰人民依旧不断斗争,1949年通过了爱尔兰共和国法案,彻底废除君主制,脱离英联邦成立共和国。 英国虽然承认爱尔兰独立,但仍拒绝归还北爱尔兰,这是后话。 小说发表于1923年,爱尔兰独立战争已经结束,而小说中故事发生的时间则为1918年正是独立战争爆发前一年,这是阿加沙克里斯蒂紧跟时政的一部作品。 只是情节有些草率,而后的侦探小说亦名流社会的勾心斗角建长,在服役家长里短的叙事结构,这当然和他自身的生活经历有关,但涉及国际政治。 但是,间谍活动内容就显得有些苍白乏力。 阿加沙克里斯蒂原名为阿加沙玛丽克拉丽莎米勒,189元缺年9月15日生于英国德文郡脱基的阿什菲尔德宅底。 他几乎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教育,但酷爱阅读,尤其痴迷于些洛克福尔摩斯的故事。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阿加沙克里斯蒂成了一名志愿者。 战争结束后,他创作了自己的第一部侦探小说《斯泰尔斯庄园奇案》。 几星周折,作品于192元全年正式出版,由此开启了克里斯蒂辉煌的创作生涯。 1926年,罗杰一案由哈普克林斯出版公司出版,这部作品一举奠定了阿加沙克里斯蒂在侦探文学领域不可撼动的地位。 之后,他又陆续出版了《东方快车谋杀案》、ABC谋杀案、尼罗和尚的惨案、无人生还、阳光下的罪恶等筷子人口的作品。 时至今日,这些作品依然是世界侦探文学宝库里最宝贵的财富。 根据他的小说改编而成的舞台剧《补暑器》,已经成为世界上公演场次最多的剧目。 而在影视改编方面,《东方快车谋杀案》为英格利·鲍曼占获奥斯卡大甲,尼罗和尚的惨案更是成为了几代人心目中的经典。 比如四魔头首相绑架案的核心轨迹就是离猫换太子。 相信只要看到绷带二字,大部分人都能猜到八九成了,但这放在一百年前应该还是非常别出心裁的。 希望看到这里的各位能给出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 阿加沙克里斯蒂的创作生涯持续了五十余年,总共创作了八十部侦探小说。 他的作品畅销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销量已经突破二十一册。 他创造的小胡子侦探波洛和老厨女侦探马普尔小姐为读者津津乐道。 阿加沙克里斯蒂是柯南道尔之后最伟大的侦探小说作家,是侦探文学黄金时代的开创者和极大成者。 1971年,英国女王授予克里斯蒂绝世称号,以表彰其不朽的贡献。 1976年1月12日,阿加沙克里斯蒂适逝世于英国牛金郡沃林福德家中,被安葬于牛金郡的圣玛丽教堂墓园,享年85岁。 推理女王阿加沙克里斯蒂小说改编的《大侦探波洛》系列剧集总共有70个谋杀奇案。 在后面的剧集中,阿加沙克里斯蒂的经典作品将一一重现,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罗杰遗案》、《死亡约会》、《啤酒馆谋杀案》、《帷幕》、《东方快车谋杀案》等经典故事。 喜欢大侦探波洛故事的人可以关注波洛,觉得波洛的视频做得还不错的朋友,可以给个一键三连。 下一个案子要和中国有关,敬请期待。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先生自